云南省文山州平远镇 一度被非法犯罪分子所控制 公开与政府对抗 气焰十分嚣张 1992年8月31日 武警云南边防总队 奉命对盘踞在云南平远镇的武装贩毒团伙 进行清交 在围堵独角马明的时候 现场战斗的机灵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已经有几名冠兵倒在了这个院子 当年只有29岁的李小平 看到情况危急 自告奋勇担当突击分队队长 冲了进去 战友们用强大的火力 逼得独角马明从后面翻墙逃脱 最终被击毙 平远的机灵之战 共抓获贩毒 犯枪犯罪分子854名 手脚军用枪支353支 在这场历史83天的侵毒行动中 有四名干警 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在这场历史上 感谢观看